欢迎锁定9月6号的台式新闻 全球现场我是陈嘉宜 新闻首先马上来关心 台中港31号码头传出了意外 上午的9点40分左右 一台350公吨重的吊车 执行吊挂作业时 不明原因倾斜掉落 还砸到了旁边的跨载机 跨载机驾驶当场没有生命迹象 送一抢救后因为伤势严重宣告不治 而吊车司机也受到了轻伤 更波及了100个货柜损毁 老检处立刻派人稽查 除了要求要立即停工之外 也针对了没有落实安全作业风险评估等四大理由 对承包商开罚3到30万 轰得一声台中港31号码头扬起一片烟尘 一台350公吨的大型吊车 在进行乔士机梁架吊挂作业时 不明原因突然倾斜翻覆 梁架砸下来压垮底下的货柜 现场一片凌乱 已经开始慢慢吊血 然后不到一秒吧 就倒下去了 很多蹦蹦蹦 然后就开始冒烟了 莫锦明就吓坏了 根据了解长荣国际厨运公司 新购买了一台乔士机 二号开始进行六天的拆除作业 没有想到六号上午九点四十分左右 吊车不明原因翻覆 砸中了一旁中国货柜厂的跨载机 造成跨载机51岁的流行司机 当场没了呼吸心跳 送医抢救后宣告不治 左侧的大量的气血症 跟右侧头部严重的外伤 那经过急救三十分钟后 急救无效 而另外六十四岁的孙姓吊车司机 也受伤 幸好伤势不重 送医后没有打碍 掉下来的这个重物 去砸到旁边的中柜 后柜厂的后线的作业车机 意外发生后 老检处也派人前往现场击查 车步勘查发现 吊车的稳定度不够 安全风险评估没有落实 操作范围半径未尽空等 以及吊车是否超过负荷 导致倾倒 现场除了要求立即停工 也将依违反职安法 对承包商开罚三万到三十万元 切除的这个要吊装的这个钢粮 它的重量 还有它的尺寸规格 看似没有做好评估 这起意外不但造成了一死一伤 现场除了吊车跨载机 甚至还造成了一百个货柜回损 损失 难以估计 接下来王世线台中报道 接下来王世线台中报道